尤其北国保重区的编号1816号 风景保安宁的环境保持清晰 保重区新村、新村、社区平衡市区的一区变少 这次任务局、南岛、林区管理所 以及新村、社区的最关人数 也就由整理保安宁外宗来将保安宁的环境 带带变少和清晰 还有既近各小的小朋友作为来参加 哪个环境伦理的重要性 也有这片床内空间可以在这里解释 大家带到少数人、真变少的环境 除了从土壳少清晰以外最主要的 就是要向保重区变好第116号的风景保安宁 一个经济一个数时的环境 一般早会更清晰 大家都来观想 让这些山头都很清晰 环境好 团结一心 大家共同齐心协力 努力会设计好 我们的目标就是 既然说是大家的 就是要大家来共同努力 来打招来 来维护我们的清洁 这边任务局南岛、任区管理处 基盘整理保安宁多年 竟邀请附近国后的学生来参加 希望最初选择保护环境的重要 也让大家坚持在保安宁的用途 很好玩 可以保护森林 透过这个爱护自然 社区步道的一个巡护活动 能够让小朋友认识 了解我们社区的一景一物 那我们希望参加的面向可以增加 然后让这个活动结合到环保、生活 还有我们的环境教育这个部分 那当然我们希望保安宁 它是能够真正成为我们在地的保安宁 而不是只有林务局的保安宁 昨天参加也将保安宁来一些曝顺的公共设施移住 未来要来建筑了 得到优先环境的效益 那因为也年久失修 然后也设施也毁损了 然后有些设施也不符合这个民众的使用 所以我们前面 公所也全面去做盘点 这样的一个公共建筑的安全的部分 所以我们把这样毁损的设施 不堪使用的设施把它做移除 然后后续我们会希望透过这样生态造林的方式 让法允的自然度增加 人工度降低 希望透过这次 多年可以让更多人对保安宁更加重视 也让这屁股呢 可以发挥伊都原的功能 其实你不在藏布图